在我小学的时候 个性比较叛逆 容易发脾气 我有一个行为很偏差 就是不是我的东西 我会想要占有这种行为 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英文女老师 她是一个基督徒 这个女老师有很好的气质 因为她偶尔会带我去教会做礼拜 我就从她身上体会到耶稣基督 圣经上说 只要呼求主名的人就必得救 那有一天我突然在家里面跪下来 我呼求耶稣的名 耶稣救我 就这样一个呐喊 耶稣基督打中我十四岁 他就进到我的生命里面 带领我一步一步 直到今天 我有一天我在书房 我就看到一个DVD 那个DVD里面 美国的监狱之母 Mother Yoke 一个女黑人 她的年纪大概六十八岁了 进到纽约芝加哥最大的监狱里面 大概有八千三百多名的重刑犯 死刑犯 她是每一次单独进去的 Mother Yoke只要唱一些歌 他们都心里面充满着平安 并且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 我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感动得不得了 我就流着满脸的泪水 跪在我的家里面 向神回应 上帝啊 我要像Mother Yoke这样子 一进到监狱里面 一唱诗歌 他们都要被你的爱吸引 都要被你的爱感动 他们都要悔改 他们都要转向你 主耶稣啊 你在美国 你拣选了Mother Yoke 做美国的监狱之母 你在台湾 你拣选我爸 我要做台湾的监狱之母 就因为这样不断的宣告 神就给我开了监狱的大门 一开始进到监狱 我觉得我一点都没有 胆怯 害怕都没有 我要进去的时候 神已经给我话语 就在耶稣基第一章 第九节那里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刚强 你当壮胆 你不用惊怕 也不用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耶稣华神必与你同在 我就非常清楚 上帝的同在 我也抓住上帝的运行 就这样子 我就单独一个人 进到很多的监狱里面 接触这些很多死刑犯 重刑犯 淹毒犯 所有的犯人 我都有机会 我几乎一个礼拜 四五天都在监狱里面 扮演一个妈妈 带着上帝的爱 来安慰他们 鼓励他们 感谢上帝的恩典 一百年的时候 被总统接见 我们得了那个 对台湾建议事工 有贡献的个人奖 还有团体奖 那我得到的是个人奖来的 当时十个都是男生 唯独我妈妈 是一个很平凡的家庭祖父 上帝让我深深的体会 上帝要使用平凡的人 去做不平凡的事情 神在我们身上 会彰显祂的大人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象的 但愿听众可以敞开你的心门 用你的心 用你的口 只要你呼求祂的名 你就必得救 因为他说 只要呼求祂名的人 就必得救 并且你能够经历到 祂无比的爱 并且你要成为有福的人 过一个丰盛的生活 我相信 我相信在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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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在灵魂